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底,得了俏妙回老家物又奔墨,是有忠实,知所先后,则尽道矣,性教不爱修道,但物宜只有性教,但物修道。 本末导致,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命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乌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楼椅,曰何其下也曰在提,拜,曰何其欲, 下邪曰在瓦屁,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命,东郭子不应,庄子曰不子之问也,故不及之,正或之问于监视律系也, 每下欲,如为莫比,无忽逃悟,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庄子之被由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生, 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殉子师界,一界,一当初天位分混沌,为叛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亦还救六亿,原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 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宜身,边即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言,不惧寒,不惧,数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狭无事,任偶游先天, 妙境门眷来或下棋,或将行坛时的是仙桃,点雄将欲义穿的,是灯云鞋,先衣,先衫,老母娘的心生,二,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英通,万化万类根,原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欺佛至理, 昏前,万八再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再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生为天盘,不至心斗逐气,将宁为地,浦海山川,至宁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尿开痞之本,无极静态, 即洞黄即婚前,老母娘的心生,三道吉,礼礼,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书灾,自无入九七道妙, 世神千亦,男静言,天即成地,即利,万物七备,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监律,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凡一次,不肯致, 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谢酒,三山,脱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仲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四,为娘,我,悲碰,泪,原子乎, 患,耳,重等,速冬,奔,莫,要,再,脸,如,若是,天一邪,焦,宇,乳,等,耳,哪个,义,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折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可引心,全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法,家,还母,言,达三,其,莫, 大开,普渡,清烧,书,清济,性,清度,佛,原,降到,乃为,就,良,善,降解,乃,未,收,饿,善,泪,已,于,探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生, 末节时期,八卧,经,献,孝,圣,法,天,不畏,考验,监,受,愿,解,共赴,龙,华,极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言,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逆,逍遥,游,游,玩,随意,玩,耍, 成,骑,青,龙,跨,作,彩,色,凤,黄,任,意,去,来,献,献,献,不,量,尊,鬼,于,庄严 不聚寒不聚属无数无 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 理天无寒属冷热 总是恰是温度 无聚无数 亦无阴阳之对待 只有纯然一环理气 理天已跳脱 必切阴阳对待 故无阴阳寒属之分别对待 自性至理纯然 通达无碍 故无数无管 侠无事 任遨游先天妙境门眷来 或下棋或将行探前 侠无事则任意遨游 观上先天美妙境至 或下棋于乐 或谈情消遣 理天之境无闷眷之 是 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 亦之所乐而为之 吃的是先桃或穷 熊江寓意穿的是穿云鞋 先衣先山 吃的是先桃先果 喝的是熊江寓意穿的是先衣先鞋 先桃果 盘桃之果实 亦称先桃 盘桃时周济东海有山 明渡所山 上有大桃树 盘区三千里 约寒母 五帝内传七月七日 西王母将 以先桃四颗羽帝 第十则收七颗 御众之 母约此桃三千年一时 中下帝伯 众之不生 帝乃止 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 净而阴空万化 万类根源离天 是至善宝 帝是无极的境界 至圣之将欲 此帝至须至净 等而随空万物之造化 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纳交 子会 气数 以道 为母我 命 西佛 至理 昆前 一元十二 会子会 开天 丑 会辟 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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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西佛至世 三佛收元七佛至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 贝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纪一万零八百年老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仙零八十年纪一万零八百年陈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千五百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千六百六千七百何准迷 百一十六年继一万零八百年四会 东北方继天佛五千八百年 福西世代理佛五百年继六千三百年 五会中三佛收远然登古佛清阳祈 掌天盘 莲慈慧释迦文佛红阳祈 掌天盘 灵山会弥勒古佛凡阳祈 掌天盘 龙华会万八再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再至丑 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 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 必完全至未会树井至至远满母会原灵收回 又会灭地须会灭天 还会重回魂 盗星气升为天盘 盘不至星斗灼气 将宁为地 湖海山穿 星星之气 上升则为天 漫天不满着和汉星斗 四为气界所居之处 大帝为重灼之气所凝结而成 形成了湖海山穿 四为象界所居之处 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子会开天 丑会辟地 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盈会之时 天地阴阳之气相交 日月叶相交替 阴阳阴云而欲生万物品类 四即是天天妙开辟之分 无即静太即洞黄即昆前 四即是天天妙底 开天辟地之分人 无即主静属理天 太即主洞属气天 黄即主化属相天 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 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 即是理理即是道 至虚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虚灵能生一 亦能生二二能生三 三能生万物 无即生太即 太即生两仪 两仪生三才 三才者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意图像极 生化五万点 jpg 天即成地即利 万物其倍东土地 无人烟 缺少女男 天地即成 万物以其倍 这就是向天 亦称作活世界 贪苦世界 苦海 死案 冬土 等等名称 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 尚无人 烟 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 乏人 管理 统治 那时 结为母 我无奈之处方舍 我九六子七将凡间 由于天地有定数 子会开天 丑惠辟地 赢会需要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 义七将领凡间 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地拆原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 凡一次 不肯治 凡于是老母娘 每次拆遣原佛子 下凡 降临东土 每来一次 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 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何为我造下血救 三山脱红罪了 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下血救 在三山脱红罪了 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 起来洗澡 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趁机会将大家的先衣先鞋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 不见母面 又不见先衣鞋 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先衣先鞋 为娘 我悲痛类原子乎患 而众等素东 奔末要再恋老母娘 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哭患众佛子 速速往东吐而去 千万别再留恋 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是天衣邪交与 而邓尊尔哪个 亦不肯在世 灵凡老母娘 若把先衣先鞋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灵凡肩 留下来治理世界 折树枝和树叶 折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 可隐心全到了凡肩 若天气寒冷 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欲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去松子脖子吃 口渴了 就去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 我至何时方法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叹奇 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达三期末大开普渡 清烧书清记信心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记信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 告一回家之路 家乡姓书黄母训子诗戒 以及仙佛圣训都是黄母烧书姓度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亲由一杯生大放为母 我写合同赋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猜佛子心中游存经疑 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经疑悲痛 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原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 栽地人焉从此 黄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奔石而去 殿至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 并传地人间焉火 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 自此我众佛子受敬熬肩子各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敬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地白不封失明立图煎熬 安的咸鱼 不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 想而再是苦母心难安自三山脱一别 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淫会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古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降到拆三佛半末 后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 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遣三佛半礼末后一拙的普渡收缘 三佛然登古佛释迦牟尼佛尼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礼时修一礼 不依人修道 认指真依人已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 公了愿天不能言 地不能与人能红道非道